热方分局在15号警察节这一天以特别的方式庆祝节日举办了捐血活动 分局长林泰玉率先晚秀捐热血并且号召警察同人一起来捐血助人做爱心 今天是6月15日一般民众可能不清楚是什么日子 不过这天可是警察节是警察的大日子 虽然全台各地的警察并未因此享受休假 但也各自规划了不少特别的活动来庆祝 为在北台湾重要景点的瑞芳警分局 也和台湾协议基金会共同举办了公益捐血活动 今天是警察节 我们分局那部分会响应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我想这是很好的公益活动 也是是我认为所有警察节这个捐血是最有意义的活动 那我们这次号召了我们除了分局以外 我们透过网络来广还有附近的里民动员疫情 疫交民房 大家总动员来参与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瑞芳分局长林泰玉以大家长的身份带头捐出热血 许多远警更是捐过超过数百次热血的热血警察 虽然当天下着大雨 不过到场的民众却是非常踊跃 没有因为我本身要捐250因为比较久没有捐了 怕会有比较适应上的问题 那我想还是捐250cc就好 现在是警察节嘛 然后暑假也快到了 我们希望可以借由办这个捐血活动的机会 鼓励青少年朋友就是暑假最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希望透过捐血住人 瑞芳分局长表示 感谢瑞芳在地相亲的支持 也感谢这次携伴的瑞芳一行中队级科技公司 警察任务在维护治安守护交通 服务社会更是不弱人后 除了鼓励分局内远景热血住人 更希望能透过这项公益活动 让众多到瑞芳地区游玩的游客 除了观赏美景之外 也能卷起袖子捐出热血一起做公益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